真的在历经四次失败以后 我们终于在成功获得 2017年的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的主办前 在上个礼拜三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国际大学提议联合会 正式的揭晓 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的主办的城市 是我们台北市 非常高兴 这是我国际高雄世界运动会 还有台北听奥运动会以后 再一次的取得了主办国际正式赛会的资格 不但大幅的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 更代表我们的国家的发展 还有体力的成就 受到世界各国的这个高度的肯定 请问主委 你认为这次农克很成功的 争取这个四大运动会主办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有做万全的一个准备 那第二个呢 我们在硬体的这个部分呢 比巴西来的还要好 这是在硬体 那这个硬体的这个设施呢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这也是日积月累 然后让我们整个运动的这个场馆呢 让它比较完整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政经结构比较稳定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那第四个呢 当然就是长期政府对两岸关系 以及外交关系比较缓和 也比较成熟 那得到国际的这样子一个认同 所以这也是在我们这一次的征办的过程当中 比较顺利的 你讲这四个 我都很认同了 前面其实前面三个 我们本来长期就这样子做嘛 最主要是第四个的问题 过去我们争取重要国际赛会 或者是这个主办前的时候 中国大陆一向是扮演反对者的角色 对不对 在国际现实的压力下 往往成为我们这个断移而归的重要关键 这次22席里面呢 我们拿到13票 巴西拿到9票 而中国大陆动态呢 影响的俄罗斯啊 还有这个蒙古啊 还有香港啊 可以说是几逐冲 那个轻重 这次投票的时候 有没有获得中国大陆支持 这里面有吗 在投票的一共有22个职位啊 那在投票的过程当中 是秘密投票吗 是秘密投票的一个方式 所以也不知道中国大陆这票 有没有投给我们啊 对 不晓得啊 所以近年来中国大陆 对我们争取国际舞台啊 已经逐渐给予我们空间啊 不过不会这样事事来封杀 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为什么呢 是国民党执政啊 这个重新执政以后 两岸关系 刚才你讲的缓和了嘛 和缓了嘛 外交也成像 不会就互相来挖 挖墙角 不论在经济上的合作 这个越来越深啊 政治上也呈现 很有善的态度啊 这个在争取世界 这个主办前的时候 这次的话 事先你有没有跟中国大陆啊 这做过什么沟通 或者是协调呢 呃 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呃 上一届前两年 我就有参与侦办 第四次的侦办 这次是第五次侦办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是我是很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呃 两岸之间的一个缓和 然后不再那么对立 不是这缓和是这个整个大环境 我说你自己 那个我们提供 有没有跟中国大陆 做过什么沟通啊 或者是协调啊 呃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拜票的过程当中 当然呃 因为他也是其中的一个职位嘛 那这个过程是一定会 会来进行 有有有有有请托了哈 而且可能会比较友善了嘛 呃 态度是比较友善 好 那个世界 这个 这个四大院哈 至少刚才你讲 163个国家参加哈 一万两千个选手嘛 你刚刚讲的哈 是 规模仅次于奥运会哈 这个大型综合的运动会嘛 依照惯例啊 世界这个四大院的那个主要场哈 可以容纳大概四万人嘛 对不对 是 要体办这样大的台北市啊 你也讲不是一天就 硬体不是一天做 必须这个新建 包括松山大烟场啊 网球中心 游泳池啊 篮球 还有排球场 还有一共有多少 六座 六座新的场馆和这个新手村 那里面说总预算 你们报出去三百九十五亿啊 但是呢 主委你说 三百七十五亿写在申办书上 给执委看的 实际预算 其实就一百零一亿耶 加上议定那个中正 那个高中呢 游泳池二十亿 总共是一百二十亿 请问 这中间的差距是怎么来的呢 我跟委员做报告 经费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说 数字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那世界各国在举办这个大型赛事的时候呢 应该就是说 每一分钱要花在刀口上 让全民监督 然后把这个大型赛事办好 才是重点 并不是说 三百七十五亿或四百亿 在这个上面一直打算 这样子没有办法办好大型赛事的 那这个部分我跟委员做一个说明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说法呢 刚刚我提到了 提到了这个三百多亿里面呢 有一个是大巨蛋 是九十亿 另外一个呢 是合一住宅的这个部分呢 是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亿左右 那这个部分呢 可以用BOT的方式 其实政府是不需要出钱的 所以这样子加起来是一百零一亿 然后再加上 因为这个房市委员来的时候呢 认为我们的这个游泳池不够标准 所以必须要再有游泳池 所以一共加起来是一百二十一亿 不过这个是粗估的一个经费 然后这个上下正负误差五 我想这是应该跑不掉的 可是我还是要强调那个观念 就是说 多少钱 它是一件事情 那要把这个钱 花在刀口上 然后呢 让全民监督 把这个2017年的赛事办好 我想应该朝着这个方向来讲 比较正确 主委没有错 钱要花在刀口上 但是这里面有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你所讲的BOT 你这样期望 所有的事情 如果说期望BOT 但其中 如果有什么差错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如何来应用呢 BOT你没有办法掌握啊 是 就是说 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大巨蛋那个部分 就是跟台北市政府这边有讨论过了 那目前他们是用BOT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用BOT呈现 万一有什么差错的时候 这民间的嘛 对不对 那差错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 当然就是任何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会碰到问题 就要面临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跟中央跟地方 一起来通力合作 让我们这个2017年的市运呢 可以办得非常成功 当然我们希望办得成功 刚才你讲的BOT的话 如果你要想想看 万一有差错的时候 如果硬硬的呢 要想清楚 到时候不要 到时候就 又这边出差错 那差错弄得很乱 也很可惜嘛 对不对 所以针对这一点 要很 今天本期在这里提出来 希望能够很慎重的 去考虑一些 谢谢委员 另外啊 过去许多主办这个大型的赛会 像事前花了很多很多钱的 那个来建那个场馆嘛 但事后却没有完善的规划营运嘛 就像那个高雄啊 这个事用办法以后 现在留下来运动场 目前使用的效益 不是很理想嘛 每年你提委会 你还要补助他来 那个营运费用啊 在台北新建这个大馆产 有没有同时考虑以后 这个活动完以后 要如何的来营运的方式 这些都要考虑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啊 确实啊 委员讲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新建场馆的时候是容易的 可是未来的经营管理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这一次的访试委员到台湾来做访试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他们也有思考过这一个这个部分啊 就是说以台北的这个人口数 再加上我们现在新设的这场馆的这个营运效率来看的话呢 其实是明显的比巴西来的还要稳定 特别是在我们的财务 还有结构上呢 其实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在未来的营运上 我相信台北市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划 而且比较有信心来做 比较有信心 我是觉得说哈 这个外国人来看我们的 当然是他要办的话都说你的很好 但是你要真的去了解 高雄也是也是都市啊 对不对 他今天会这样子的话 哪一天台北市花了很多钱 啊 一完了以后 这个就没有用 这是很可惜的哈 我也希望说 利用这个几半世界运动的机会来提升我们国人的生活品质 建立良好的运动 这个习惯也留下了 这个有效的那个场馆的那个设施啊 千万不要让大别经过 今天场馆又变成了蚊子馆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虽然是一样台北市 也是一样会发生的啊 所以要特别注意 其实啊 主办大型赛会也不竟然要在我们这个整个台北市嘛 对不对 如果像北京奥运的时候 他的赛马就在香港几半啊 你知道这个吗 主委 是 当然 所以说我们有没有这结合 这个附近台北市旁边的都市一起来来做这个事呢 我想这个大型赛事啊 场馆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像北北基的这个部分 我想都会考虑到啦 比如说我们有足球赛 那就会在基隆 那这个部分在场馆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会再做一个评估 那在桃园的这个部分呢 只要有适合的场地 也就是说这个赛事的整个场地的一个评估呢 我们都会做一个充分的一个讨论 对 刚才你讲到桃园 在木杰市这个比赛中 当然有棒球比赛嘛 对不对 台北市的天母的球场 大家都知道 他们旁边老百姓都觉得很吵 人吵 车吵 那我们桃园县有一个国际的 这个国际的标准的 我跟委员做报告 桃园目前有六个场地 规划中是四大运的一个项目 比赛的场地 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 那个当然桃园 我想除了六个场地以外 还有别的也可以用的吧 没有 没有去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嘛 对对 另外国际体坛在决定 在主办这个时候 先审核该国之前 曾经举办这个国际性的赛事 现在我们取得这一次的 那个大协这个主导权以后呢 同时啊 下次亚运或者奥运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咯 对 就是说在侦办的过程当中 是有经验的话呢 在2019的亚运 或者2023的这个亚运呢 或者我们2017的这个东亚运 甚至到2024年的这个奥运 我想应该都不是梦 对不是梦 要积极的去准备 希望能够争取好不好 好 那另外刚才你讲到 足球赛要在那个 那个在基隆是吧 会会办吗 足球是不是 对足球啊 我们在足球 在基隆是有一个场地 那这个世界大运动会也会 会办足球吗 在会 在目前 这个足球是我们的必办项目 必办项目 因为我是觉得这足球很重要 我说时间到了吗 因为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2003年的时候 他足球延年 马英九总统也在建中听过足球嘛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今年的足球 在世界杯 又击败马来西亚嘛 所以呢 拿到冠军了 可以说台湾足球最风光的一年 可能摆脱说 足球沙漠的这个困境了 而且呢 我们也传出说巴西来这里挖脚等等 所以表示说我们的足球的能力很强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评估目前的国中的球员 因为这个2017年还有好久嘛 所以呢 不论男女主都有机会在2017年 这个台北市医院拿下奖牌 所以我希望主委 在这方面 足球方面 既然有这么好的基础呢 我们就好好的 刚刚训练啊 来拿到这个奖杯 好不好 那加油啊 谢谢 谢谢委员